我知道很多柯文哲支持者 是對柯文哲非常死心塌地 然後也相信他的價值 所以當有一些人在當烏鴉 或者是知道實情 但是我們確實因為相關的一些朋友 我們可能不好意思把他直接丟出來 因為畢竟有些東西你聽到了 然後你也去做過一定程度的查核 可是政治圈和媒體圈 有些東西如果沒有見到警調 我們還是不好把他講出來 所以當時我們講了幾個市警的東西 被出真的很慘 昨天柯文哲 以前常常在開車載他這個老司機 這個也是個網紅 那民眾好網紅 之前因為當烏鴉被出征了一把 他跑到我臉書說 為什麼你這次沒有被出征 我說我已經被出征完 所以這個其實之前我們就知道 只是說不好有些有些講了 但有些希望他們可以改變 但沒有改變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 這個本來就知道會有一些狀況在 只是說到底詳細嚴重的情形 到多少這實在化 因為既然最後會計師敢簽證 敢出去 我覺得我們也不好懷疑什麼 因為我必須講 大家瞭解到我們我國的會計制度 一旦簽證認定了 會計師是要負完全的法律責任的 可是他敢簽 那就代表他拿他的身家性命在賭 因為違反會計師法 是會被取消會計師證照的 而且等於他終身就廢了 像當你醫生不能再開刀 會計師不能再執焉 那你這輩子就完蛋了嘛 所以當然那是最重的處罰 有些是可能懲戒多久不能拿 或是怎樣相關 所以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既然會計師敢簽證 送報到監察院 大抵來說應該沒問題 歷年來也這樣辦過 還有柯文哲不是第一次選舉啊 他學過兩屆台北市長 然後他的黨也不是第一天成立 他的黨當時選舉完 這次申報的時候也成立了四年 應該沒有這麼的 讓人家驚悚的狀況發生 結果沒想到竟然有這種狀況發生 然後竟然是連這個 所謂柯P演唱會 他都沒有去申報 但我相信後面如果查一查 搞不好會說柯P演唱會 其實不是柯文哲辦的 是木可公司辦的 因為照康倫君現在的說法 木可公司辦的 尼奧公司去承包 尼奧公司承包這個合不合理呢 絕對合邏輯 因為尼奧公司承包的東西那可多的 五月天的演唱會很多 也是他們承包的 所以就專業性來說 尼奧公司絕對沒有問題 現在卡的點是尼奧公司的意思是說 中間那一段 所謂的利潤去了哪裡 被木可公司拿走了 那現在更吃力的是 木可公司的窗口 跟柯文哲進辦的窗口 目前被確認是同一個人 對 李婉軒 對 但到底是不是每一次都這個人 或只有這方面的事情同一個人 我們當然還是不知道 因為一定要等柯文哲完整的報告 我們才好去講這個東西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問題 木可公司不是一個獨立的公司 現在已經可以直接斷言 木可公司就是一個 復從於柯文哲競選 乃至於民眾黨的一個復從公司 這件事情我相信他們不敢再否認 就像尼奧公司跟十二公司跳出來說 我們經營團團不同了 我們只有負責人同仁 這種事情就不用再掰了對不對 這個也都沒有用 不是說因為今天木可公司錯了 十二跟尼奧就是對的 沒有這種事情我們都是舊事論事 好那確認到這個層級上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來往下來討論了 現在最大的貓膩在哪裡 這一筆沒有進去 可是為什麼會計師簽證會過 我先跟大家講 會計師簽證我是非常重視的 因為我們大概工商店大概過都知道 送會計師簽證代表我蓋個何可章 會計師是他的執行義務 他的權力是很大的 在我國的會計法裡面 好那會計師是端木正 又是你的中央候補委員 結果被黃阿明一查發現 這個人怎麼人不見了 他遲了 最奇怪的是他遲了 那為什麼柯文哲不第一時間 把這事情處理 你說那些小咖穿孔 你都不認識沒關係 你的中央委員 你怎麼認識了吧 你到現在連你的中央委員 都不認識嗎 還是你們簽證會計師 你不認識嗎 這才是大家提出的最大的疑問 好那據此端木正 是什麼時候上位的呢 因為他是後補的 所以他是在3月的時候地補 但他什麼時候遲掉 我們不知道 他是默默的消失在官網裡面 那他什麼時候出去會計報告呢 這個我們也不是很確定 所以現在的這個狀況就是 把這幾個時間點搞清楚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他到底為什麼遲了 有沒有關聯性 跟這個會計報告出去 有沒有關聯性 那我相信嘛 3月的時候他一定還在寫報告嘛 對不對 據我了解應該是5月之後交嘛 好那你申報了這個期限 那是不是在什麼時候交 是不是因為你在認證過程當中 其實你不想蓋這個章 然後你蓋了這個章 就最後你承受不住壓力 所以你不想幹 有沒有可能呢 我跟大家講 端木正不是隨便一個路人甲 他還是104人力銀行裡面的獎師 是啊 他的經歷非常猛 我來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有沒有 104把他掛在這個獎師上面 他現在他的頭銜是什麼 台灣體育運動技娛樂 法學會運動仲裁人 然後你看他下面 他的經歷這麼的多 他當過超多企業 他是東吳大學經濟系的博士生 他是東吳大學會計系畢業 他是政治大學的EMBA 第28屆 你看他 然後我跟大家講 最關鍵的是什麼 他當過什麼呢 台北市政府聯政委員會委員 他跟柯文哲 那柯文哲還不認識他嗎 有可能不認識嗎 那為什麼簽證會計是這麼重要 這個事情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真要 把這個事情往前推的話 就要會計師出來解釋啊 就跟律師一樣 你的案件你在打官司 律師要負責跟人家解釋啊 對吧 你看我們多少政治中打官司 都是律師幫忙代打的 但一樣嘛 今天會計師就是會計師解釋嘛 那好 端木正呢 他到底是有沒有背景 因為我覺得只要破解了端木正 就如同超師破解情侶條一樣 這案子就會很清楚 因為所有的賬 會計師不可能辦這種錯誤 就是錢沒有出去 單據沒有進來 我給你簽下去 這個是會計法 這不要說你簽下去 連個最簡單的 剛畢業的會計助理 不用畢業 就高職的 會計科的 妹妹到會計事務所去打工 這種事情他都會拿上來說 老闆這個沒有對不上怎麼辦 所以就最基本的 都不用 都不用到會計師 就是最簡單的會計助理就好 我講到我都熱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這事情是很嚴重 好再來 端木正何許人也 我們幫大家解析一下 我們要謝謝民眾黨的青年易勇軍 當初端木正在競選中央委員的時候 他是有拍一個採訪的 我把這個採訪給聽完 跟大家做個會整 首先他當初為什麼要加入民眾黨 因為他擔任廉政委員的時候 他被柯文哲給感動 他覺得好不容易有這個黨 19年創這個黨的時候 因為廉政委員是早在第一屆的時候 就在搞了嘛 所以他加入這個黨 他已經跟民眾黨跟柯文哲 有很有淵源了 好 那他的主要證件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民眾黨的財務透明 尤其在查核結帳等方面 他就有專業知識 他可以來提供 OK 好 那再來呢 他呢這個 最後他補了一個東西叫做 那請問什麼東西被感動的 他說啊 當時啊這個民眾黨在創 創寫這種黨歌的時候 他是非常感動 總是主席帶著大家一起唱的 所以他應該是個柯粉 就是說大家了解到政治裡面啊 有所謂的就是他是政治從事者 但是也有一些是所謂的粉絲 來加入這個政治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作為一個柯粉 作為一個因為被柯文哲感動來加入的 總會是在3月的時候 補上了中央委員 然後沒幾個月就辭職了 而且呢 他是負責出具這個報告的 這是大家最疑惑的 而且這個端木症呢 還有一個點啊 他的姓很特別嘛 昨天黃國昌連他的姓都搞錯 所以這件事絕對跟國昌老師沒有關係 端先生 對 不要再去找國昌老師 跟國昌老師沒有關係 不要害他 對他完全搞錯 確實端木這個姓 在古代曾經有分流過 就有些改姓端 有些改姓木 因為中國姓整體是從複雜往簡單走 所以就像司馬姓有些改姓司 有些改姓馬 竹葛姓有些改姓格 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他們家是屬於沒改姓的 那有人在講說 這個端木症他的家族可能不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大家瞭解這個 我以前讀過半年這個動物大學 動物大學呢 有一任校長 就在台灣副校的校長 叫做端木凱 當了14年 他也是在大陸時期的 東武大學的校友 所以有人昨天跟我推文說 這是不是端木凱的孫子啊 所以細出名門耶 那細出名門這麼豐富的資歷 被柯文哲感動 又當那位廉政委員 應該是不會胡搞瞎搞的人 所以他到底為什麼要請辭 其實今天77萬爆出來之後 那還沒有下一筆呢 而且最好玩的是 大家請不要忘記 這個柯P演唱會爆出來77萬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昨天呢 我跟波基也在這邊嘛 波基去抓了一個是 哎呀 你的百萬以上支出才70幾筆 然後結果你就出 你出疲勒就出了三筆 可是那是支出哦 結果這個呢 這是收入耶 最扯的是他不見了 大家了解嗎 這不就回到了韋小寶所說的嗎 當時韋小寶 對不對 這個去超敖拜的家 有紀錄的有多少啊 我說有紀錄的有多少啊 那沒紀錄的呢 現在是大家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昨天為什麼寫臉書說 接下來的整個 就是回力錶 對柯文哲會非常非常的痛 因為他所有 他所標榜的價值 很有可能在這裡面呢 逐步的就崩解了 因為大家還記得嗎 柯文哲在 2024年7月19號的時候 在2024年7月19號的時候 他呢 因為申報了嘛 然後大家監察院把這個報告 整理出來給公報出來之後 結果當時呢 藍營花不到2億 侯友宜大概是1.9億嘛 綠營超過5億嘛 那柯文哲呢 自己申報的是4億 然後當中是3.4億 是他實際用到 他有結局6千萬 結果他就很生氣 就說藍綠就是一群騙子 好那現在最大的麻煩是 那為什麼 這個藍綠是騙子沒有錯 但是藍綠是騙子的前提是 你要先抓到他騙人的證據 藍綠沒有多乾淨啊 我們都知道 藍綠這麼多年來 交相為賊的事情也不少 那互相敵對的事情也不少 但這不代表民眾黨就是乾淨了嘛 所以現在大家其實 對於民眾黨 最後那一支希望是 柯文哲的人格 但是當柯文哲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等於是把他人格 放在賭桌上跟大家賭嘛 那你如果要堆聲 如果要堆聲 那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如果今天有一筆 七十幾萬就不在帳上了 不是七塊錢 不是七百塊錢 七千塊錢我覺得都還好 是七十幾萬 那請問那為什麼他不在帳上 那到底誰是騙子 這個迴力包如果迴旋回來 對於柯文哲真的是疼痛萬分啊 所以對面臨柯文哲的考驗 我看火烤大賽 這才是真正的沿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好 好 好